中國對台啟動了貿易壁壘的調查 那麼外界憂行會不會因此影響到ECFA 那麼今天這個陸委會主委邱泰山 在立法院的這件說明 馬上帶您來聽 我沒有自己準備就是評估說 如果終止的話我們損失會有多少 我想各相關單位都等一下都會報告 那這個如果終止的話 應該是對於台灣損失比較大 我想這個東西等一下我們都會報告 那怎麼看這個馬英九被稱為台北的領導 我們當然認為說 任何一個我們國家的這個 這個重要的人士呢 他不要被矮化 那如果他被矮化的話 那在盡所有的努力之後呢 他可能自己就要做一個決定 好 客廷道邱泰山表示說 其實等一下都會來進行專案報告 那麼另外有被問到 前總統馬英九到希臘參加論壇 沒想到他的頭銜呢 在官網上又被改回成了前台北的領導人 邱泰山表示說 其實外交部都有相關的回應 而盧委會自己立場 就是希望國家人士都可以被尊重 不要被矮化 那麼如果已經進了大所有的努力 那他們就要自己做決定